觀眾朋友好 歡迎您收看微觀時事評論 微觀帶您看世界 我是美玲 以下是一位中共內部人員的字述和爆料 本頻道只專屬 不做任何評論 薄熙來案件已經過去10個年頭了 但是薄熙來案件的迷霧依然仍繞在中國政壇 網上流傳大量關於薄熙來的黑段子 比如薄熙來政變 江澤民扶持薄熙來 代替習近平等等 這些言論實際上是某政治勢力散布的政治謠言 其目的就是黑化薄熙來 為導播尋找合理的政治藉口 掩蓋當年的政治醜聞 那也是防止薄熙來支持者們積累政治能量 替薄翻案 看到這麼多政治謠言 爆料者深感不安 覺得有義務為糾正公眾的錯誤觀念盡一份力 這關乎正義以及14億中國公民的福祉 同時 公眾需要真相 他們有權參與發生在自己國家的 每一個影響國家走向的重大事件 這跟每一個中國公民的切身利益息息相關 因為他們才是這個國家的真正的主人 而不是幾個手握重權的重量級高官 以下是爆料者的字數 大清亡國已經一百多年了 直到今天 公器私用的政治戲碼 依然在這個古老而神奇的國度大行其道 殘弱的中國國民依然對公眾福利和國家的未來莫不關心 權貴們利用國家機器支派著本不該他們支派的領域 肆意揮霍著人民的血汗 多少無辜的生命被無形摧殘 作為14億公民中的一員 本不該處及高層內鬥 這對自身沒有任何益處 但是 作為曾經的一名重量級政客 我深捲其中 我這十多年的職業生涯和政治密切相關 政治是我這一生都無法迴避的話題 無論是從公眾福祉的角度 還是從自身利益考量 我都有必要對薄熙來案件做一個簡單梳理 假如有一天我遭遇不測 這也是我自我辯解的唯一途徑 留給國人和世界最後的嘆息 談到薄熙來 大部分流往海外的人 第一反應是很邪惡 實體工廠 權鬥 這些說法既對也不對 對的是 他的確很邪惡 殺了很多人 對中國人民犯下了不可饒恕的罪行 那不對的呢 作為中共體制的一份子 他沒有義務為體制的缺陷承擔任何道義上的責任 他只是體制內謀求生存的一個高級官員而已 很多事情都不在他的掌控的範圍之內 他在重慶唱紅打黑 是為了迎合黨內大佬好撈取更多的政治資本 事情要從2005年說起 隱藏在中共情報系統的政治強人薄熙來展露頭角 開始影響國家政治 其影響力大到能左右胡溫政府的地步 當時的薄熙來擔任商務部長 胡錦濤的八龍八尺就是在他的建議下提出的 此外 還有千人計畫 兩江新區 等等國家級政策 薄熙來為了攀上這股熱風 走馬到重慶上任 當時得到胡溫和習近平的大力支持 文強 重慶人 帶有強烈的屬人性格 大大咧咧 脾氣火爆 雷厲風行 說話做事掉門特別高 在一次偶然的機會當中 和政治大佬有了交集 文強滿身是刺的感覺 讓人很不舒服 文強涉黑的帽子 是政治大佬在了解完2005年 文強帶人抓捕一個綁架案嫌疑飯團伙時 親自訂的信 薄熙來上任重慶 主要是辦三件事 第一 抓兩江新區建設 第二 在重慶宣揚紅色文化 讓紅色文化鋪墊城市未來 第三 辦文強 這是大佬定的調 薄熙來當然不敢怠慢 2007年 薄熙來來到重慶 隨行的還有他在大連時的老部下王立軍 薄熙到重慶 馬上邊緣化文強 2008年7月調任司法局長 在調任司法局長之前的這段時間 文強在公安內部已經無法正常履行職責 文強的悲慘結局早就註定了 2009年 文強在北京被逮捕 2010年被處決 罪名當然是涉黑 至於他有沒有涉黑 沒人關心 關鍵是 大佬說你涉黑 你就涉黑 大佬要你死 你就得死 薄熙來 是一個野心勃勃的官員 一門心思往上爬 他在2009年後 啟動一項大規模網絡監聽項目 這惹得一眾高官非常不爽 所以2009年薄熙來倒臺的序幕 就正式拉開了 至於網絡上 那些流傳的薄熙來打黑 導致多少人家破人亡的故事 沒有人在意 死再多人 也不會對當時的中國社會造成衝擊 現實就是這麼殘酷 壓死薄熙來的最後一根稻草 是他的小兒子伯呱呱 薄瓜瓜剛到北京時 太高調了 什麼北京市是大傑出青年 等等頭銜 一大螺子到處秀 到處擠佔公共資源 彷彿那個國家是他們家的一樣 一眾高官早已是見怪不怪 大家都是睜一隻眼閉一隻眼 但政治大佬也是個80後 和薄瓜瓜年紀差不多 而且是平民的孩子 人家靠著自身努力一點一點往上爬 一點一點激烈資本 而薄瓜瓜生來就有 還要和大佬搶資源和發展空間 換誰都是無法接受的 2009年 薄瓜瓜在國外開紅色法拉利這條新聞被政治大佬捕捉到 而且公開宣揚給當時的胡溫政府 這樣的新聞原本沒有任何問題 首先難以證實 其次 就算真開了紅色法拉利 如果他的收入合法 也不會對他本人造成影響 但是 中國政治就是這麼殘酷 從大佬嘴裡說來 份量就顯得特別重 薄熙來很快就淪為了政治棄兒 絞殺薄熙來的布局從那一刻開始全面展開 2011年11月 英國商人尼爾伍德死亡 至於他的死因沒人關心 官方說是死於氫化物中毒 但當局無法提供強有力的證據 更多信息可以在網上搜索 這裡不再贅述 2012年2月 王力軍逃到美國領館 4月薄熙來落馬 落馬前開了一個40分鐘的記者會 會議剛開始 情緒語氣都很平穩 但中途秘書接到中央某高官電話 宣布中央對其決定 薄熙來語氣馬上變調 於是就有了網上那段著名的博士吶喊 敢跟惡鬼爭刀下 不向霸王讓寸分 就是要這種精神 我們在重慶唱紅打黑 是要得罪一些人的 而且這些人是有輿論能力的 有人給重慶泼髒水 給我本人和我的家庭泼髒水 是我兒子在國外開紅色法拉利 一派胡言 我和我的家庭在國外沒有任何資產 薄熙來嘴裡的霸王和這些人當然有所指 就是我在文中提到的那位政治大佬 這是薄熙來倒臺前最後的吶喊 可是 他除了吶喊 什麼也做不了 聖部級高官一樣是別人砧板上的肉 想怎麼在就怎麼在 在殘酷的現實面前 我們顯得多麼的渺小 人生無常 命運就像個天真的孩子 無情的捉弄著每一個人 羡慕那些逃離體制的人 你們是最幸運的 總結起來一句話 在中共的體制下 沒有一個人是安全的 不管你在體制內 還是在體制之外 薄熙來就是一個身在體制內 而又被體制絞殺的犧牲品 遠離中共 是當今中國人的最佳選擇 好的 今天節目就到這裡 如果你喜歡我們的節目 請您訂閱 分享和點讚 我是美玲 我們下期再見 請問問一下 是入音的人 請問一下吧 從來無言